好的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 清零失败 无奈躺平 世卫组织披露引擎 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兵胡平先生 和独立政论作家傅志斌先生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中级控首席专家吴尊友称 若提前一年松绑清零 中国2022年恐怕有近百万人死亡 人民日报新华社撰文高度评价习近平中央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共官方和官媒正在开足马力 为政府防疫全面放开辩护 营造习近平掌握时机收放自如的这样一个舆论 但是世卫组织紧急计划执行主任麦克瑞安 中国疫情爆炸性增长并非因为放松清零 而是在此之前早已发生 因为防控措施本身并没有阻止疫情 世卫组织的资料就披露了过去一年中国清零封城无效 疫情蔓延后被迫躺平的这样一个真相 那么中国取消清零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摆烂 体制优势怎会连普通退烧感冒药都脱销呢 世卫组织揭露了中共哪些最不想外界所知的秘密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 这个两位嘉宾仍然是胡平先生和这个傅志斌先生 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个终极控流行病首席专家叫吴尊友 他在回答为什么清零松绑 要等三年才实行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 他说假设优化防疫新失调提前到今年年初 也就是什么1月3号不是他举出这样一个时段 那么今年全年中国就会新增86.6万 至103.9万人死亡 你看这个数字具体到小数点 我来请教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 这是什么逻辑呢 这个中国专家这样说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好不好 这个从2020年的4月还是5月 就是武汉这个解封以后 中国就几乎没有死过人 我看了一下最大的死人数 是今年4月份的上海 公布了大概死了500多个人 如果按照第一号就按照吴尊友的这个说法的话 那么岂不你中国在2020年就该开放了 对不对 那你搞那么多封控干嘛 你封到边界就好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没法检视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说他的年初 就是说如果开放到现在 不是现在开放的话 那么会多死多少人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你从年初到现在 你中共做了什么措施呢 对不对 你没有措施吧 嗯 你就除了封控以外 你没有任何的加强医疗体系 加强这个重症病床 对不对 你到现在连退烧药都不够 那么你提前一年开放 和推后一年开放 会有什么 很大区别呢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逻辑漏洞 那么他为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很简单嘛 他就是为了他的习近平洗地嘛 像吴尊友这样的无耻的这种 我都不能说他是文人 他就是一个舔狗吧 他这种人 他这种说法 无非就是说你看我们当初闭关是对的 而言控是对的 我们现在放开也是对的 就是总之伟大光荣正确 就是这么回事 这确实中国专家呢 这个他们这个说法 中国专家最近网上很多人 评这个中国专家 就是说中国专家他们的变异 似乎呢 比病毒的变异还要快 就是说他们的主要目的 实际上呢就是为了习近平辩护 刚才傅先生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 那么中共官员和官媒打破 这个取消清零政策前几天的这个沉默 现在呢就开始开足马力 为政府全面躺平辩护了 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啊 分别撰文营造习近平运筹帷幄 掌握时机收放自如 这样的舆论似乎核时封核时放 一切都在习主席的习总书记的掌控之下 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 您如何评论中国官媒的文章和报道呢 当然现在官方自己出来辩护来了 这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你弯子转得太急了 那免不了就会有人 有些人给甩到地上甩出车外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不但是一些过去前阶段 批评中共当局的人再继续批评 包括一些原来这个支持 维护当中那些做法的人 因为现在他们感到有种被出卖的感觉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批评中共当局 这就迫使中共当局呢 不得不出来做辩护 当然辩护呢基本上是两个口径 一个口径呢我们看了就像不久前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 他的说法 那就是把有些问题 因为实在没法回避 没法否认 就推给地方官员 甩锅嘛 推给地方官员 说是地方官员没有能够 全面的准确的领会中央精神 中央本来已经说要做调整了 要放松了 可是他们仍然在一味的搞封控 所以引起很大的民怨 才爆发了原来的所谓的白纸行动 那这个说法当然我们原来就讲过了 因为过去尤其是习近平的讲话 那总是既要这样又要那样 既要这样又要那样 面面俱到 那这种说法造成的结果就是呢 不管出了什么问题 他都可以说是底下的错 是下面具体执行人员的错 而中央永远是正确的 领袖永远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说法本身 它就是一套伟大的空话 从来用这种方式来掩饰 当局自己的决策的错误 你事实上你过去的 很多问题不是下边的人 错误的理会了你的意图 而在于你过去的实际做法 就是倾限于严格的管控 那么所以别人他投其所好 但是他过去采取这种 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这种说法本身呢 就给他后来可以推脱自己的责任 甩购给下面的基层的官员 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缺口 那么现在这是他的辩护手法之一 另外一种辩护手法呢 那就像吴尊友谈到的 吴尊友就说 如果我们解封能不能早一点呢 如果是今年年初就这么做 那就可能有上百万人会死亡 可是这话他说的就很奇怪了 你说你提前一点 那干什么就一定要提前到今年年初呢 你说你要提前三个月 那情况会如何 提前六个月会如何 提前八个月又会如何 事实上我们看到 包括欧美这些国家 尤其是亚太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在今年的三四月份 那个时候才开始比较大规模的 采取放松 管控的这些措施的 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在走出疫情的 而在那个时候 如果中国在那个时候 就采取现在要采取的这种放宽的这种做法 那毫无疑问就可以免去 过去这么大半年来 由于搞得这个动态清零 造成的刺身灾害 包括造成的大量的一些意外的死亡 同时呢 它由于你这个放开之后 引出的一些后果 包括疫情的爆发呀 很多人被感染的 真的一些人的死亡呢 那也不会比今天更严重 换言之 你今天中国 你当局现在 还做这种大幅度的调整 显然是做得太晚了 你如果早几个月做 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 那吴尊友呢 他一下就给扯到今年年初去了 扯得更远了 那似乎就用这种方式呢 就替这个习近平当局 把这件事至少晚做了几个月 大半年 这个问题就给掩盖过去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说 其实这个问题呢 大家都感觉到 所以正是迫于这么一种压力 他才做这么种辩护 当然这种辩护 都相当的拙劣 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够起到任何 平息民怨的这么一个结果 说到辩护的拙劣呢 我们看到人民日报 最近发表一篇文章啊 的确呢 让人一笑大方 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看他这个文章写的 过去三年我们同心走过 工厂车间机器轰鸣 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公路铁路车辆穿梭 超市商场物风驾稳 广茂田野生机勃勃 这个人银碎末 神舟大地正升腾着 蓬勃活力 展现出万千气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不拉不拉 要是对比现在中国疫情的 各个各大主要城市的 这个疫情的事实 人民日报这种说法 有人说他是高级黑 好像都一点不为过 所以我们就可想而知 现在官媒在如何开足马力 在辩护这方面呢 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 为什么他要辩护呢 是有原因的 我们看到世卫组织 突发卫生事件规划主任 叫麦克瑞安 麦克瑞安 他的说法呢 跟中国官方的这种舆论 大相径庭 他在记者会上说 上个星期啊 早在取消分控措施之前 新冠病毒就已经在中国 密集传播了 我来请教傅先生 世卫组织的说法呢 似乎让中共官员和官媒的 掌握司机收放自如的 这个说法穿帮了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我认为他这个 这个主任说的是一个实情 因为你考虑到 Omicron的这个传播速率 它的我 有人说是五倍 有人说是六倍 甚至有人说是八倍 这是几何数率哦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至少传八个人 或者五个人或者六个人 这种比例也就是说 这五个人 我们就取五吧 五这个人 五个人又可以传五个人 大家可以算一下 这种几何倍数的增长 那么再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核酸检测 它的规律是什么呢 它你检测了以后你要到五六个小时 甚至八个小时以后才知道结果 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个阳性去检测的话 它有八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传播 那么以五的倍数你可以想象到 那么你再一看如果中间出现任何一个披露 它就会传到别的事 如果我们再一看 我们整个的中国 你就没有看到哪一个当官的 就是说这个省政府啊 什么中南海这一带呢 发声传播 你没听说过哪一个当官的大一点的官被隔离的 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人是不能查的 或者查出来也不能说的 那我要讲一故事 比如瓦努阿图 它这个Omicron是怎么传的 就是一个副总理还是一个议员 跑到外面去回来以后 在隔离期的时候跑出去喝酒喝卡瓦 那就传了 整个都就传了 从我瓦努阿图这个看法来 这个实际情况来看 只要传到社区传播 基本上是防不住的 你任何的流调 中间它会出现披露的 就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的 就是说你就是磕一个四季 一个都有误差率 一个药品都有误差率 你流掉怎么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呢 不可能的 人总会有各种原因会隐瞒一些 那么你这个 所以这个思维组织的这个主任说的 这是我是完全同意的 就是实际上在我一直的观点 中国早就存在这个流传 它并不是现在什么开放以后才 只是开放以后大家第一敢说了 以前不敢说 第二那么官方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 要显示 我们开放以后你看 显示以前我们的风控是有道理的 我们现在这个开放你看看吧 就是这样 这是他们的根本的目的 好的 那么许多专家和观察人士呢 在我们这个节目上 在以前的节目上呢 论述了白纸抗议活动和清零 造成的这个经济凋敝 财政枯竭 迫使习近平事实上取消了动态清零 那么现在通过世卫组织披露的资料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 这个世卫组织披露的事实呢 就揭示了中国清零政策 大逆转的另外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病毒已经捂不住了 清零失败在先 躺平放开在后 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应该说这个当局之所以在防疫问题上 做这么180的急转弯 除了这个清零所造成的严重的次生灾害 除了来自民间的这个抗疫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确实就是你 这个病毒已经捂不住了 已经有了大量的这个传播 这个原来我们也讲过 就讲过动态清零它为什么不可持续呢 就是你新冠病毒死不了 所以人类不得不和病毒共存 你动态清零你不想放弃也得放弃 再有呢就是奥米克戎 它的传播力超强 所以认随你怎么样严防死守 你还是挡不住 还是清不了零 那么这次呢 这个事件的发生 那显然从当然我们是在这几天 看到中国出现了这个疫情的大爆发 特别像北京啊 像这个包括成都啊 很多城市 那这个感染的人数之多 速度之快 那显然是前所未有 但是呢 这里显然有相当一批人的被感染 其实是在这个事情之前 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看到这个情景 所以这个事情呢 确确实实是和这个 你原来搞的清零 你清不了零 早就有了疫情的大爆发 这个事实是分不开的 好的 那就是说清零不零 然后呢 病毒捂不住了 那索性就大放开 特别是北京还不同于上海 你没法封城了 经过上海封城之后 恐怕这个封城在中国 已经是臭名昭著了 所以北京恐怕你没法这样做 所以不如一放了之 我们看到网友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位叫喵 这位网友 他说别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动态清零时 地铁人山人海 快递随便买 外卖随便点 现在放开了 地铁一人包全车 快递停运 饭店歇业 当时那些喊不要核酸要自由 七天就好不死人的 超人哥 全部都哑巴了 白纸也不举了 我们这位网友显然 他是对放开不太满意 认为清零还是好的 但是他列举了这个事实是对的 另外网传胡锡进的言论 我们看看 他说现在北京 胡锡进说 现在北京是镇中 羊的速度真是惊人 我相信这里见证的 肯定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全世界呈现的最猛烈的病毒传播速度之一 胡锡进这样说 他是观察到北京的疫情传播 这个猛烈程度之后 做出这样的惊叹的 那么我也想请两位专家 就简单评论一下就好 这样猛烈的传播 是仅仅在十二月七号 这个新识条放开之后 然后才传播的吗 真是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首先傅先生 对不起傅先生 傅先生您的声音没开啊 我们听不到您说话 您把声音开开 好 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说 首先中共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假的 这个前提是必须 这个要建立在这个前提上来谈论 那么刚刚那个什么喵所说的 什么人山人海什么东西 也许是事实 也许是事实 但是这个时候的传播 你要是得了羊 或者是有感觉 你是不敢说的 那么大规模的 现在的这种情况出现 它实际上无非是一种对一种现实情况的 现在大家知道实情了 那么不愿意再上街再传来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总之前方就是说数据 中共的数据都是有要打个问号 好 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显然是早在这个12月7号之前 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疫情的大爆发 只不过当时呢 因为当局还没有做任何的统计 媒体没有任何的报道 那么这种状况是被压制了下来 另外当然它也由于在这个 大爆发的初期显示出来的那个状况 就像刚才傅先生也谈到 你这个奥米克罗蒙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播 它是成倍数增长的 因此越到后来就越快 所以当最初它传播的时候呢 还不是显得那么惊人 但是呢 你最后 你很快 后来看到 有那么大的 那么高的速度在传播 实际上在前头 在此之前就已经做了铺垫 就已经垫了个底了 才会有后来这种大爆发 世卫组织的爆料 与中国 这个防控全面放开之后 我们看到的事实 基本上是相符合的 即政府无奈 全面躺平了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 他以体制优势 一口回绝了 美国提供帮助的意向 我来请教傅先生 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体制优势 体制优势 怎么会连普通感冒退烧药都脱销 我觉得中国的体制优势 就是不把人民的老百姓的命当回事 这个事情我就特别想起来 在这个六十年代大饥荒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为了这个毛泽东 为了自己的脸面 就是不要这个戳来自食 不要这个外国的援助 也还要提前还这个俄国的这个 或者苏联的借款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啊 就是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现在为止没有变化 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出生 那么到现在我已经将近六十了 那么可以看到这段事情它没有变化 本质上都是什么呢 就是不把人民的命当回事 或者说你用句诚语来说草菌人民 就是这么简单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面对国际社会 对于中国疫情防控的 所谓体制优势的这个批评指责呢 中国许多爱国人士是不以为然的 他常常以疫情凶猛 美国不是一样躺平了吗 并且死亡一百多万人 一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死亡一百多万人 但是许多了解美国情况的观察人士指出 美国人可能是躺平了 美国人民 但是政府躺平了吗 政府从来没有躺平 请教胡先生 这方面可能你有更细致的观察 给我们谈谈吧 当然第一就像你刚才谈到的 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地谈到美国 情况多么糟糕 死了一百万人 那其实你就是看着 包括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些报道 一些分析 那也告诉我们 它跟统计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那严格说起来呢 你真的是直接死于新冠病毒的 只在数字的不到百分之十 那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多谈 另外从我们的经验 也感觉到美国它并不是完全的躺平 它这里也说有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 美国政府它和各个方面医疗机构 应该说在这个阶段中 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作为一个普通的 这个在美国的居民 这个都深有体会的嘛 你从后来可以 这个开放一些公共场所 但是都要求你呢 要出示疫苗证明 还必须要戴口罩 因为美国从来没有过 什么核酸点测证明 但是它需要你提供一些疫苗 中国疫苗的证明 那再过到后来呢 就不需要你提供疫苗证明了 但是一般公共场所 还是要求你戴口罩 再到后来呢 戴口罩也不要求了 那么所以我们都感觉 政府是一个过程 不像中国那样的 是个180度的大转弯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现在很多中国人 主要是有五毛了 替当局辩护 他就采取这个所谓比赖嘛 所以美国你做得不好啊 当然他这种比赖的前提呢 就是他多多少少还是承认了 中国政府做的是有缺失的 是有问题的 包括你这个中国驻法大使卢沙也讲的嘛 没有哪个制度 没有哪个政府是完美的 大家都有问题 但是问题一个很大区别就在这儿呢 你美国你的民主国家 他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 因此呢 他要负的责任也是有限的 按道理呢 权力和责任是应该对应的 权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可是在共产党那儿 尤其是到了习近平这儿 他把权力搞得无限大 大到把人民的问责权 都给剥夺干净了 这到头来不是完全的权力负完全的责任 而成了完全的权力 完全不负责任 这才是中国的这个问题所在 假如你承认中国政府习近平在处理疫情问题上 确实有错 有这个有缺失有错误 那么至少有一点 这要和别的国家相比的话 那别的国家的政府 他们的领导人是可以批评的 是可以替换的 而你中国的政府 你中国的领导人是不准批评的 是不准替换的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好 我们今天这个时事大战坛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 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